叶罗莉冰莲花,曼多拉可以直接除掉冰公主,为何还要将其交给孟公主? 在《精灵》《孟叶罗莉翻外偏冰莲花》中,曼多拉本来是可以直接除掉冰公主的。 在冰迷宫中,冰公主冰封自己拯救叶罗莉战士,陷入了沉睡之中。 这个时候的冰公主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,曼多拉想要铲除冰公主,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 可是,曼多拉并没有这么做,而是将冰公主交给了孟公主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第一,曼多拉要吸收灵犀之力,没那么多时间。 《冰莲花》是一个翻外偏,但是也不会戳离主线剧情而存在。 在冰莲花开头,曼多拉并没有吸收灵犀之力,不过现在的曼多拉已经完成了灵犀之力的吸收,并且华丽变身。 洗收灵犀之力需要一个过程,比起除掉冰公主,曼多拉更着重于灵犀之力。 从《叶罗利》第九季的漫画中,我们也得知曼多拉吸收力量的过程也是很艰难的。 由于时间的限制,曼多拉肯定不会一直将时间浪费在冰公主这里,让孟公主对付冰公主,不仅可以省去时间,而且还不需要自己动手。 第二,曼多拉想要得到更多的帮手,将孟公主从梦境世界置换出来,需要借助冰公主。 孟公主增悟冰公主,利用这一点,就足以。 曼多拉现在很需要帮手,虽说她拿到了灵犀之力,但是帮手越多,摧毁人类的机会就越大,这也是她会选择前往海底深处寻找垃圾名神的原因之一。 孟公主虽然不是什么好人,但是也是实力不错的大仙子,她制造出来的孟眼效果很不错,如果她能为曼多拉所拥,肯定能协助曼多拉对叶罗利战士,灵希格造成更大的威胁。 由于之前孟公主在和冰公主的法觉术中作弊,最终反而被自己的孟眼反噬,至今都不能踏出梦境国度。 孟公主想要离开梦境国度,就必须要和冰公主交换位置,这也是孟公主为何无此上心要给冰公主制造七日孟眼的原因。 当然,其中也包含着孟公主对冰公主强烈的恨意,这份恨意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恨之入骨的境地。 第三,编剧不让,而且石西也说了,冰公主的消失会对世界,其他仙子造成影响。 编剧肯定不会让满多拉杀掉冰公主,毕竟冰公主是高人气的角色,尽管现在的冰公主处境很危险,而且面临消失的危机,但是冰公主肯定不会消亡,所以编剧才会设计王墨,言诀,水王子来到梦境世界保护冰公主。 石西也表示,冰公主的命运和世界,其他仙子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,如果冰公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见,南北极冰川就会彻底融化,人类世界就会被摧毁,不仅如此,其他的大仙子也会受到影响。 在第九季的剧情中,冰公主的状态也明显会被调整得很好,从她和火灵主对峙的画面中就能看出来。 冰莲花番外本来就是以冰公主为主角设计出来的动画,冰公主会在梦魇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,但是她最终必然会苏醒过来。 在冰莲花中,我们也得知灵溪之力可以帮助冰公主恢复仙力,同时也能防止冰公主消失。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,如果冰公主有足够的仙力做支撑,就能化险为仪,而仙境中还有很多充沛的仙力都可以帮助冰公主渡过难关,比如金色雄狮等等。 对此,你是什么看法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